第五十二章 交锋 响路飞飞播讲 锋哥 他 显然 硫酸烧伤的手引起了我的瑕疵 同事小张也起了疑心 话没说完便警惕地站到了顾全的旁边 顾老师 你的手究竟怎么回事啊 徐警官 你也看到了 被硫酸烧伤了 疼死我了 徐法医 碳酸氢烧熔液效果不大 我去勾兑一些氧化美 再弄点肥皂水来 阳光端着盆子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顾老师 我希望你说实话 此时 我的注意力全都在顾全身上 因为一切太过于可疑了 我们刚来提指纹 他的手就被烧伤了 而且从严重程度来看 对指纹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这未免太巧合了吧 套用李健的一句话 刑侦事件中的任何巧合 其实都是最值得推敲的 顾全给我的答案很简单 在他将硫酸泼入厕所 想关门出来的时候 脚下不留神打了滑 倒下之后 整个右手掌按在硫酸上 尽管他和阳光第一时间做了处理 但是还是对手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小张 小王 你们两个送他去医院 碳酸氢钠溶液和氧化煤只能救急 起不到治疗的作用 我们会看好他的 带着顾全擦身而过的时候 小张朝我打了个手势 示意我不要过多担心 顾全走后 我推开了他的房间 既然他是如此值得怀疑 我就想着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与案件有关的线索 结果是失望的 在我将整套房间都细致检查之后 没有丝毫收获 退出来之后 看到另一间卧室也是门开着 我便走了进去 阳光的指纹还没有提取 所以我就在这里等他了 阳光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一般 没有瞿软那么聪明透灵 也没有张初云那种神秘 他看起来很普通 人如此 屋子也是如此 床 桌子 椅子 柜子 都是稀松常见的那种 打了一圈之后 我便走到床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 目光无意中一瞥 看到床下扔着一本翻开的书 肯定是看书的时候睡着了 嘀咕一声 我起身走了过去 把那本书拿起来之后 不由感慨一句 看来当辅导员也真是不容易啊 这本书我看过 是约翰·桑特洛克撰写的青年少年心理学 涉及到生理 自我 认知和情感诸多方面 可以说是青少年心理的品牌教科书 在全球都十分受到欢迎 翻开的位置 是剖析青少年情感问题 这让我联想到齐亮 大概也是阳光阅读这本书的原因吧 和尚书 我打开放到桌子上 可就在起身的刹那 目光被床底下的一双鞋给吸引住了 刚才这双鞋被书盖着 而我的注意力都在书上 所以没有看到 此时 怎么看 怎么都觉得有些眼熟 这双棉托鞋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 盯着那双鞋 我飞速地回忆着 终于回想起那个时间节点 张书云也有一双这样的鞋 记忆这东西 一旦打开 就像开了闸的洪水 许多场景都呈现在眼前 我绝对没有记错 那晚 我和李健去火锅舰看了了解情况 当醉醺醺的张书云打开门的时候 脚上穿的就是这样一双拖鞋 当时我没有多想 可此时 不得不好好揣摩一番 阳光有这样一双拖鞋很正常 可张书云呢 根据掌握的情况 一直以来 只有屈然跟他相依为命 既然如此 他的家里为什么会出现一双男士拖鞋 外观上看起来一样 就连大小也相差无几 难道 想到这里 我感觉冷汗已经流了下来 转身冲了出去 看到阳光了吗 他不是去二楼接水了吗 还没回来 没有 糟了 我们去二楼 急冲冲地冲到二楼之后 我的眼前只有空荡荡的公共洗漱间 除此之外 便是不明所以的 储志远他们 哎 徐警官 楼下排完排查完了 储志远走了过来 储处长 你有没有看到阳光 我朝他身后打亮着 没有啊 储志远摇头 到底怎么了 他跑了 电话也关机了 我懊悔不已 踏实凶手 储志远的脸色也变了 十有八九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储志远 进行正常的对话 我尽快决定 怎么弥补这个错误 找到阳光 李健的电话很快拨通了 我将情况做出说明之后 他也给我反馈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 因为一批职工的退休 所以十大后勤处 空出了一个管理岗位 综合各方面意见后 校方将阳光列为了主要候选人之一 出于锻炼也好 为了考验也罢 总之 阳光成为了寝室楼建设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主要就是跟施工队进行沟通 尽管他不管 因此 不管他跟张冰熟不熟 一定都是认识的 另外 他还喜欢打牌 买草票 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至此 阳光已经成为了本案最大嫌疑人 首先 他是辅导员 很容易摸清楚学生的情况 其次 他所在的是化学系 想要弄些麻醉剂之类的出来 并不难 再者 他是施大基建项目负责人之一 满足于张平熟失的条件 最后 他痴迷打牌 买彩票 极有可能也是适赌成命的人 除去上述几点之外 阳光最大的嫌疑点 就是在我们提取指纹的时候离开了施大 而且还关掉了手机 晚上找人的难度 比白天又大很多 所以 我们不能紧大面积撒网松杀 还要尽可能的推导出他去的方向 走 我们去火锅店 离开的时候 我让一名同事 把104寝室那个装有碳栓轻钠的容器的瓶子 尽快送到刘法医那里做指纹的加急比对 瓶子 是玻璃容器 阳光当时存在地上 摆弄了半天 一定可以提取到指纹 在赶往张初云家的路上 我不断做着反省 其实 从我们进入那寝室开始 阳光就已经布好了局 寝室的门开着 会让我们本能地放松警惕 而当屋里传来顾全的疼痛时 也会极大的可能勾起我们的好奇心 尤其那只被硫酸烧伤的手 会彻底扰乱我们办案思维 注意力盲虚的出现导致没人会关注阳光 比如他当时是侧对着我们的 恰恰挡住的就是右手 不仅如此 我相信就连顾全受伤也是被阳光算计的 而且这种受伤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就算顾全没有摔倒在卫生间内 阳光一定也会数着各种方法伤害他 从而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达到逃脱的目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顾全本身就是犯罪团伙成员之一 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阳光很会揣住人的心理 就像当时他说勾兑 养化美一样 救人是多么合理的借口 由此推荡 他远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就连青少年心理学那本书 八成也是吃透了 如此杀费苦心 他为何不早早逃走呢 纵然阳光的嫌疑最大 可是其中还存有矛盾点 一个局筹谋得再完美 也始终存在不可控的因素 他应该显清楚 一旦失败将万劫不复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还要选择高风险 而不是提前离开师大 远走高飞呢 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来到了火锅店 抬头我看见二楼的灯还亮着 徐警官 怎么是你 叫开门之后 张初云显得颇为惊讶 云姐 能到里面谈他吗 请进 手好些了吗 他的手还裹着厚厚的纱布 没什么大碍了 对了徐法医 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有 我点头 盯着他的眼睛说 师大化学系的辅导员杨光来过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呢 张初云表情很自然 不认识 来时的路上 我就想过这种可能 所以直接把那双拖鞋扔到他的面前 人不认识 拖鞋总认识吧 也不认识 他继续摇头 云姐 我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一问三不知 说明张初云这块骨头很难狠 但就算是崩了我牙 也要撬开他的嘴 你不说 我替你说 那晚我和李健曾找你了解过情况 当时你喝得醉醺醺的 送我们出门的时候 你曾经打了个猎牵 低头我看到你脚上穿的就是这双拖鞋 跟这双一模一样啊 张初云陷入了沉默 你该不会说我看错了吧 可能吧 既然如此 就把那天晚上你穿的拖鞋拿来比对一下 错不错不就知道了 哦 那双拖鞋被我扔了 张初云继续狡辩着 是扔了 还是被别人穿走了 徐法医 我说过不认识什么化学系辅导员 你要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好 既然你不承认 那就不说拖鞋的事了 换个话题 我早已想好了对策 徐冉读的是什么专业 小冉 张初云似乎没想到我问这个问题 不由得愣了一下 他念的是哲学 这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我不暇思索地说 十大第一起名案的报案人士徐冉 我去复合现场的时候 曾经要求了他和阳光了解情况 在那个过程中 我注意到他们二人之间有点怪 徐冉似乎很讨厌阳光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张初云捋了捋耳边的头发 云姐 前天我说完 示意他不要着急 我继续说下去 讨厌是人的一种正常情绪 但这种情绪 通常体现在 对有所了解的人身上 反正 哪怕对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印象再不好 也不会表现得太过于明显 小冉是学生 你说的那个什么阳光辅导员 都是十大的人 认识不是很正常吗 张初云反驳着 可居然是哲学系的 阳光是化学系的 按理说他们不会产生交集太对 为什么彼此之间那么熟呢 不是一个系 就不能认识了吗 好 就算云姐你说的可能性存在 但后来他们表现还是有问题 我做了短暂的回忆 我和居然以及阳光 曾经在梧桐树上发现一些痕迹 我记得在交谈的过程中 阳光曾经喊过小冉这两个字 既然是辅导员 那就说明岁数比小冉大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因为在之前阳光都是称呼 曲软同学的 而内声小冉则是下意识的呼喊 这说明了什么 什么 说明他们很熟 熟得可以称呼逆程 在这学校中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是在生活中 张初云陷入了沉默 张初云的脸色有些不自然 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必须趁热打铁 既然他们生活中频繁有交集 而居然又十分讨厌阳光 那就说明他们身上 其实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而是被一座桥连了起来 而云杰你就是那座桥 判罪者四 第五十一章 是他 想录飞飞博讲 方子 你的意思是说 苏差一待在养老院 为的是照顾老人 可是苏老他 说到此 李健的脸色猛然一变 我知道了 是小莫的外公和外婆 我马上打电话给师父 说完 我掏出了手机 这一通电话打的时间不长 可收获却大 据师父说 当年的车祸案发生之后 他亲自去通知家属 由于林清宇是独生女 导致二老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 尤其是苏莫的外婆 直接重病不起 寻医问药无果 外婆于两年后去世 就死就剩下了外公孤苦灵敌一人 原本师父是打算将他接到省城的 可怎么劝他都不答应 守着空荡荡的屋子 他心结难解 郁郁寡欢 终日以泪洗面 最终哭瞎了双眼 师父得知后急匆匆的赶了过去 但却不得不接受人去楼空的结果 虽说后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却始终没有下落 茫茫人海 只身去寻人 难如登天的 李健听完唏嘘一声 而且那个年代 想查监控都没有 你小子就别再发感慨了 说案子 雷大炮瞪了瞪眼 回到正题上 这么说来 小莫外公很有可能是被苏禅一 接去了养老院 为了照顾他 才在养老院隐姓埋名那么多年 嗯 如此说来就说通了 李健点头 真的这么简单吗 我嘀咕了一句 那你说还能是什么原因 雷大炮问我 那句 我要是知道 早就说了 苦笑一声 我提醒他们两个人 不要掉以轻心 还是那句话 时间 时间点 也未免太巧合了一些吧 除非有个前提 就是苏禅一离开养老院的时候 苏默的外公刚刚去世 高杨啊 雷大炮显然不会放过这点 让他去查 一定弄个史一落实出 苏禅一千层面太广了 命令下达之后 我们开始分析第二个一点 孙副院长说过 养老院施工队是施大王公之后 调遣过去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张平也曾在施大工地待过 而通过我们之前的推断 当晚出现在养老院施工地 并且弄婚临东的人 就是女人和张平做交易的中间人 所以 这个人一定是施大的人 李健说 没错 我也点头 而且 这个人一定是老师 雷大豹总结道 因为学生平时 不会跟施工队的人产生交集 只有施大的在职员工 能不能够满足这一条件 由此 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断 这一名老师很可能 是小班或者是后勤处的人 至少他是一名领导 是啊 雷学 这一点在养老院的时候 我便思索过 张平是个毒鬼对吧 雷大豹问 十足的毒鬼 雷大豹 陈寅小许 继续说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团伙性质的犯罪 通常都会契合 物以类拒人与群分之一规律 那么 根据这一点 我们是不是能够确定 师大这名老师 也喜欢赌博呢 有极大的概率 李健说着便站起身来 既然我们找到了可疑点 那就应该立即行动 师大的学生们 我们查不过来 教职工总能够摸拍盘的 为了避免夜长梦作 我们现在就去师大 去吧 我等着你们好消息 雷大豹点了头 查案就是如此 东跑西颠的不说 一旦发现可疑线索 那就必须赶快行动 所以 我和李健 待人又赶往了师大 抵达之后 李健率先找了处事员 通过他向严肃通报了 即将要进行的排查工作 或许是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也或许是雷大豹 和省教育厅沟通有了效果 总之 这次严肃并没有加以阻挠 相反 还说从他查起 副校长带头配合工作 其他老师 也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除此之外 他还保证 会提供寝室楼建设项目 负责人的名单 就连当初 谁跟师工队接触频繁 都会如实相告 当然 校保卫处也会听从我们的安排和调遣 严肃的配合 让我和李健都松了一口气 随后 对接下来的工作做了安排 他带人去问严肃 了解情况 以及做指纹提取 而我则带着同事和校外保卫处的人 对住在职工寝室的所有人进行排查 至于住在校外的职工 雷大炮会安排技术科的同事们一一登门拜访 总之 谁都不能放过 师大 有着两新两旧四栋职工教室楼 由于旧的在前面 新的在后面 所以我们先排查第一栋楼 有着明确的排查点 工作效率自然就会高很多 排除手受伤之人 提取指纹 打听谁比较好赌 都可以同时进行 所以仅仅过了半个小时 我们便结束了对第一栋楼的排查 这进度已经很快了 来到第二栋楼时 楚志远对我说 徐警官 你先带人从一楼查查 我带人把别的门都给叫开 这样会更快一些 哦 辛苦了 因为有杂物室的缘故 所以原本一楼的八间宿舍 只开放了四间 都集中在楼东头那里 外面是职工使用的车棚 最初对阳光产生怀疑的时候 我曾经来过这里 不同的是 当时我只进了一间宿舍 而这次是全部排查 101 102 103宿舍的排查工作 很快就进行完毕 因此 没有多长时间 我们便来到104 也就是阳光和顾全的寝室 哎 这门怎么是开着的 还有一些距离 我就看到开着的门 这不由让我感到有些奇怪 这么冷的天 他们开着门做什么 难道说 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来的事情 所以提前把门打开了 显然 我这种姑色是错误的 因为 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听到屋子里面 正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 像是疼痛所导致的 杨老师 顾老师 你们在吗 哎 在在 快快打把手 阳光的语气很急 哎 疼疼疼疼死我了 你轻点 这是顾全的声音 发生什么事了 我直接冲了进去 这间宿舍我来过 所以 对格局很清楚 一个小厅 两间卧室 除此之外 还有一扇锁起来的门 当时我留意过 那扇门上锁 秀气斑斑 意味着 已经很久没有人使过 八成是各自杂物的地方 可此时 那扇门是开着的 顾全斜靠在门框的身体 轻微抖动着 而阳光 则是在旁边 手忙脚乱的忙活着 杨老师 顾老师 这怎么了 许 许法爷 看到我 阳光愣了一下 随后 摔给我一个盆子 许法爷 等一下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麻烦你先去二楼 洗漱间那块 接盆水来 越多越好 快去 我把盆子 转身递给一名同事 顾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由于顾全背对着我 所以 我无法看清 他遭遇了什么 或者哪里不舒服 被刘三烧了 阳光说着 往另外一个盆子里 倒东西 我已经用清水 给他冲洗过了 现在说对一些碳酸 氢钠溶液 这样能中和氢离子 这个方法要是不行 就只能使用氧化煤了 被硫酸烧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赶忙问 杨老师 杨老师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被流伤给烧了 哎呀 是这样的 阳光一面勾兑 一面不说道 因为要盖新的寝室楼 涉及到地下管道的铺设 所以师大封了所有旧洗石楼的厕所 一直到主体工程结束 才重新开放 开放是开放了 可封闭这么长时间没有清理过 厕所被腐蚀的异常严重 骚臭味就更别提了 因此很多教职工宁可去外面上厕所 都不肯重新启用屋子里的卫生间 最近一直大风降温 上厕所已就越来越遭罪 于是阳光和顾全商议之后 便砸掉嗅气斑斑的锁 彻底清理一下 众所周知 卫生间尿字以及沉积物 是很难清洗的 于是阳光就利用 他的化学辅导员的身份 弄来了刘帆 谁知道 刚清理到一半 顾全就被烧伤了 烧伤是哪儿啊 阳面中 我是法医 深知硫酸烧伤的可发性 所以赶忙凑到顾全的身边 顾老师 你转过来我看看 虽说碳酸氢钠和氧化美 能够中和和缓解 可也只能起到急救作用 还是去医医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顾全已经挪动身体 转了过来 就在我看清楚 灼伤部位的时候 剩下半截话 再也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烧伤的是手 第五十三章 来路 我的话说完之后 张初云再也没有立刻反驳 而是将目光望向了窗外 仿佛黑暗中藏着什么东西一样 云姐 还不承认吗 没什么好承认的 张初云轻轻摇了摇头 好 那我就给你 再摆这两点 第一 那晚我和李健 见到张初云的时候 他不光光脚穿着那双拖鞋 同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 没有生意做 又是单身女人 不喝酒干什么 这句话 放在那时去听 没有任何不妥 可如今回想 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穿着男人的拖鞋 自己喝着焖酒 这哪像是单身女人 结合他当时的表情和语气 更像是一个与寂寞相伴的身归怨妇 第二 我第一次来到张嫂火锅店 是跟瞿染 阳光一起的 我记得很清楚 进门之后 阳光没有和我进入包房 而是去了洗手间 当时他回来的时候 脸色有些不自然 尤其是当我问起 为什么去那么长时间的时候 他不仅脸色变得苍白了 更是紧张地反问一句 徐法医 你找我去了 就此我问过 他说肚子不舒服 当时看起来的完美说辞 在如今的细想之下 根本就是一句谎言 他当时一定是去见了张初云 云姐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徐法医 从史诗中 我都没有任何要说的 张初云简直就是油言不尽 既然如此 我只能去找瞿染了 若非不得已 我也不想出此下策 从取染对待阳光的态度中 不能看得出来 他是极为厌恶对方的 这种厌恶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阳光和张初云的 这种不正当关系 所以当面去问他 无疑于在他山口上撒盐 可还是那句话 除此之外 又有什么办法呢 捡起脱鞋之后 张初云依旧是那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只能提出告示 云姐 有些事情我们调查出来 跟你主动说出来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你好自为之吧 等等 就在我转身的时候 张初云突然开口了 怎么 认识清厉害关系了 早知道他怕这个 我何必费那番口舌 不是 张初云摇头 我只是不希望你去找小冉 有些东西 他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我想他早就已经知道了 或许吧 长叹口气 张初云苦笑了一声 小冉聪明 有些事 就算我不说 没准他也早就明白了 云姐 你和阳光到底什么关系 你看呢 恋人 像吗 张初云冷笑一声 双手纠缠到一起 钻的指节有些发白 当然像 他的反应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就是因为这双拖鞋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还有什么 阳光是不是好赌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 嗯 你也管不了他吧 徐法医 以你的认知 这世界上 有人能管得住毒鬼吗 或许有 但从来没有见过呀 我摇摇头又问 这就是你独守工房 终日依旧相伴的原因吧 用你的话说 或许吧 张初云轻声一笑 又问我 你为什么说我离不开酒 就因为那晚我喝醉了 不全是 那因为什么 徐染曾经跟我说过 上午你是不在饭店的 还说 美丽的女人是睡出来的 其实他没有说实话 你上午睡觉的真正原因是酒 每天晚上你都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自然是起不来床的 对吧 没错 张初云开心地笑了 酒可是好东西啊 能让人忘却愁忧 冲淡悲伤 同时也能 也能派遣寂寞 我把他的话揭露过来 比如 在阳光出去赌博的时候 张初云没有说话 云姐 事到如今 我们聊点正经的吧 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正经的吗 既然你这样认为 那就聊点不正经的 阳光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云姐 我希望 你希望我如实相告 配合警方对吧 张初云说完 目光又望上了窗外的夜空 徐法医 你都说了阳光是毒鬼 他去哪儿 可能告诉我吗 你真的不知道 我倒是想知道啊 好吧 张初云这个人太难缠 不过 我也能看出来 他此时并没有撒谎 云姐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们想上楼 搜查是吗 希望您配合 有搜查令吗 马上就会送过来 罢了 你们去搜吧 张初云画风的突然转变 让我有些错愕 他还真是让人看不透 那就谢谢云姐了 你们进去搜 告诉他们 鞋套 好 张初云的住所搜查很快便结束了 并没有找到任何与阳光直接关系的证据 除了枕头以及床下发现的几根头发 这几根头发较粗而且短 显然不处于张初云和取染 如此一来 这是值得怀疑了 云姐 最后请教你个问题 说吧 你知道阳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张初云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 随后站起身 而且他以后是死是活 再也不会又跟我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 这一句话不光意味着他和阳光的关系破裂 更是逐客令 于是我只能带人离开火锅店 你们两个留下来 一个在门前 一个在门后 把张初云盯死了 有任何可疑情况 随时报告 留下两个人之后 我又让人将提取到的头发 尽快送到市局 与从阳光宿舍提取到的毛发等剪裁 进行比对 将一切都做出安排之后 我坐上车陷入了村寺 如果阳光真是我们一直找的凶手 他的作案动机会是什么呢 还有 临东案真的是连环案的结束吗 唐松被扎土车压成了肉泥 由于当时车上拉的是拆毁的建筑 虽说水泥居多 但是白枪皮也是显而易见的 颜色倒契合了五行的金 还有那把手电 某种意义上来说 倒也能够视为火把的代替品 可临东案呢 虽说他死在了地基草中 黄色对应了土的颜色 钉子也插到了脾档当中 可是火把象征呢 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现 越想 我越觉得这起案子越是复杂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 只能暂时屏蔽那些 分杂的想法 驱车赶往了医院 由于顾全伤势比较严重 所以在进行治疗后 直接办理了住院手续 被小张和小王严密地看守着 蹦啊 你来了 看样子今天晚上又要通宵了 你们去买点吃的 我找顾全聊聊 说完 我推门走进了病房 顾全似乎没有想到我回来 诧异之下 流露出了几分紧张 徐 徐警官 我刚才解释好多遍了 我真的是清白的 清白 哪方面的清白 就是 就是 行了 我来问 你来答 记住 要说实话 否则 师大 你是回不去了 我必须给他点心理压力 我知道 知道 顾全果然害怕了 你尽管问 我绝不隐瞒 你的手 究竟是不小心弄伤的 还是阳光直视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小心滑倒了 我看不像吧 徐警官 我真没撒谎 没撒谎 我就知道 这小子不老实 所以直接说 据我们调查 阳光利用自己化学系辅导员身份 取走硫酸的同时 也带到了碳酸 氢钠溶液和氧化美 顾老师 你觉得这说明了什么呢 可能 可能 怕发生意外吧 这么说 是以往外衣了 是吧 毕竟 从概率学角度来说 任何事情 都不是绝对的 但这件事是绝对的 徐警官 您什么意思 不明白吗 我指了指他的手 你的手 一定会受伤 徐警官 我都说了 你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没有说实话 我懒得跟他绕弯子 来的时候路上 我接到同事电话 调查发现半个月之前 你曾经以维母治病的名义 从学校财物 借走了十万块钱 并于今天中午还上了 对吧 是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这个时候 我选择了直接拆穿他 这件事情的问题在于 你当初既然从学校借的钱 说明在生活中 你是筹不到这么多钱的 既然 你无法筹到钱 为什么这么快就还上了 我 你先听我说完 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 据我所知 你没有其他渠道的收入 你的工资虽然不低 可房贷压力也不小 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两年不吃不喝 你也攒不够十万块 那么 这笔钱哪来的 我 还有 我们在你电脑中 发现了电子商城购物记录 下午三点 你全款支付了一部 售价高达三万的全画幅单反相机 这又要怎么解释 徐警官 那是我帮别人买的 口中这样解释着 可顾全的脸色已经发白了 帮谁 就是那个 那个 你打算见边吗 冷嘲之后 我抛出了杀手锏 顾全 我们调查得知你是个孝子 你母亲应该能说出实话吧 听到母亲这两个字之后 顾全一下子就崩溃了 他翻身跪坐在床上 低声恳求起了我 徐警官 我求你了 千万不要让我母亲知道这事 他刚做完手术 受不了这种打击 我求求您了 打算说实话了 我说 我全说 顾全说 她的手之所以受伤 是因为跟阳光的交易 阳光给她二十万 换她一只手 买房掏空了家底 母亲又患上重病 所以尽管这种交易 对顾全来说是残酷的 但她还是答应了 阳光这么有钱吗 我问道 这我也奇怪啊 顾全摇摇头 虽说她平时还节俭 可顾字跟我差不多 怎么可能存下那么多钱 我听说她痴迷彩票 会不会中奖了 应该不会吧 顾全摇头 据我所知 她没中过 那就是赌博了 有可能 这次顾全点了头 可这儿还是有点不靠谱啊 她一下子给了我二十万 那她手里得有很多钱吧 赌博赌多大才能 发这么大一笔横财 据你了解 她还有没有其他来钱的路子 徐警官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吧 你好好休息 徐警官 阳光真的是杀人凶手吗 是不是 我说了不算 要看证据 如果他真的是的话 那我会不会被判刑 你知道阳光 跟你做交易的目的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啊 顾全急着辩解 他就说 帮他个忙 给我二十万 我签全就答应了 这样最好 顾全胆子小 不像在撒谎 我顺嘴也宽慰了他一句 好好回忆回忆 尽可能把我们提供些有价值的线索 带罪立功是会宽大处理的 我走了 你早点休息吧 出门 小王和小张已经回来了 叮嘱他们几句之后 我再一次回到车上 仔细梳理起案情 阳光到底是从哪来的钱呢 先不说给顾全的二十万 就说跟张平做交易那笔钱数也不会小 这么多钱 难道是真的赌博赢过来的 我觉得这不现实 首先十读九书 其次 就算这一笔钱真的是他赌回来的 那么前期也要准备好多赌资才行 这样同样不是小数目呀 最后 最近扫黄打飞 剧赌者已经含有听闻了 不是彩票 不是赌博 那会是什么呢 脑中思索的这个问题的同时 我也在翻看着疑点记录 当看到几处相似的巧合之后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脑袋壮了的生疼 是这样的 真相一定是这样的 那是些小乞丐 如果阳光真是凶手的话 那些流浪儿一定是被他所操控的 第五十四章 暗号 想路非非不讲 很多事物都是如此 一个个摘列出来 似乎都是单独存在的 可若捅开了那床窗户纸 找到那根隐藏的线 就会发现一切都有合理的串联起来 流浪儿不止一次的在我视线中出现过 如果他们真是被阳光所操纵的 那的确会成为他们积累钱财的渠道 毕竟那不是一个孩子 仅已知的男孩就多达四个 那我所不知道的会不会更多 不同于其他的乞讨者 残疾儿童更容易换取人们的同情怜悯之心 每个心地纯良之人都不希望他们早早 便被这不公平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所折磨 如此一来 就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怀和帮助 金钱就是最直接的途径 因为我们都曾经是个孩子 甚至在长大之后 还曾经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寻找失去的童真 还有 当初我和李健救济过的那两个小女孩 会不会也是阳光敛财的工具呢 如果是 他们的演技可真可怕 如果不是 他们又去哪儿了呢 这些天 为何再没有见过他们 思绪翻飞 我感觉内心中涌动着一股难言的悲哀和沮丧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到底还隐藏着多少未知的罪恶 答案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阳光完全满足幕后黑手的全部条件 一切象征都表明他在驱使着残疾儿童犯罪 我记得很清楚 在第一次前往火锅店的时候 路上遇到了两个小乞丐 他们一个瞎了双眼 另一个没了双脚 彼此扶持 全缩在寒风当中 向过路的人索求着 在黑夜中生存下去的希望 我留下了十元钱 居然选择了视而不见 而阳光再回去买热气腾腾的包子之后 又留了一张老人头 当时看来 这是善举 这是品德 可此时回想 那其实是一场戏 戏的主角不光我 居然 阳光 还有张初云 那晚的火锅店生意爆满 可我们进去之后 却腾出了一个包经 我以为是居然所谓 现如今回望 十九八九 是那两个小乞丐通风报信的 原由自然是阳光 借他们之口 让张初云明白我警察的身份 否则 何来公家庙里的佛义说 否则 为什么那么巧 腾出了一个包间 居然是聪明 而且能言善变 但怕是还没到三言两语 便将一桌客人驱离出去的地步 即便使用了免单来作为交换 而他之所以没有说透 一来是他知道是阳光提前通知了张初云 至于是否也知道小乞丐的事情 还需要进行核实和调查 二来 我是他带去火锅店的 腾出包间 让他满足了面子 当然 在这之前 还有一个疑点 就是居然提议去火锅店吃饭的时候 阳光曾表示过抗拒 其实是怕我知道他和张初云的关系 到了孔河案的时候 校保卫处的人曾在礼堂抓了两个流浪儿 他们一个人少了胳膊 另一个则是没了鼻子和耳朵 经盘问得知他们是去偷东西的 可此时去梳理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破坏案发现场 由此可以推断 孔河是顺着气用的垃圾道下到一楼的 两个流浪儿真正的目的是抹出那里的痕迹 不管最后我们能不能发现 至少当时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给了阳光从容善后的时间 最后 养老院的人说过 两个流浪儿曾在唐松和林东死后 两次摸进了养老院 偷钢筋的确是个合理的借口 可他们真正目的 应该是寻找那双带血的筷子 受益他们这么做的人还是阳光 去火锅店时的偶遇 孔河案之后的现场破坏 都合乎逻辑 我真正感觉矛盾的是 养老院这里 张平衣服上的血色指纹 被完整的提取到了 这意味着 找不着那双竹筷子 都无济于事 既然如此 阳光为何要大费周章的 两次派流浪儿前往养老院呢 这根本不合理 是完全说不通的 莫非这其中还有其他的隐情 盯着疑点记录思索了半天 仍旧是想不出个所以然 不得已 我只能暂时放弃 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找到阳光 只要找到了他 那么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阳光 现在应该跟那些流浪儿在一起吧 在我先后去见张书云和顾平的时候 李健已经将排查的网撒开了 与此同时 刘法医以及市局技术科同事们 也都对剪裁进行了加急鉴定和比对 当我手机响起的时候 一切也就有了结果 首先 张平衬衣上的血色指纹 与碳酸氢纳瓶子上的完全一致 可以确定跟张平做交易的人就是他 其次 高阳去养老院调查有了结果 苏默的外公的确在那里住了很多年 不过使用了化命 再者 养老院没有苏默外公过世的记录 走访得知 他是突然离开的 时间正是师大和养老院 共同签订共建协议的时候 由此可以断定 那晚冒充门位的人就是苏禅一 也就是说 当年他并没有死 而是导演了一出偷天换日的好戏 最后 从张初云提到的毛发 正在与阳光宿舍提取的物证进行加急鉴定 很快就会出结果 在告知我上述情况的同时 李健也让我赶紧去与他会合 全力排查那些流浪儿的下落 务必尽快找到阳光 只有找到他 才能尽可能的彻底的打开突破口 路上我又对案情进行了梳理 罗列出以下几个疑问 第一 阳光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第二 恐吓唐松 灵东案当中 有着他介入案件的明显痕迹 那么阳光又是如何使用什么手段来杀死 齐亮和吕镜的 或者说怎么逼他们自杀的 第三 当年车祸案的背后引擎是什么 苏禅一为何要在养老院中改头换面 生活这么长时间 难道仅仅是为了照顾林清宇的父亲 难道他就不想回去看看师傅 不想回去看看苏默吗 第四 师大连环案跟当年的车祸案究竟有没有联系 第五 张初云有没有直接参与谋杀 居然会不会是同伙 第六 阳光从哪里弄来了那么多的残疾儿童 第七 灵东案中为什么没有出现火把图案 第八 五名受害人 为什么都是学习成绩优异的尖子生 这难道是巧合吗 一个个疑问 让我感觉如坐针毡 因为我知道 疑问越多说明案子越复杂 案子越复杂 说明隐情也就更令人绝望 方子 在你派人将张初云家提取的毛发送回局里之后 雷局便下令对张初云和屈阳进行了传唤 刚才我接到通知 屈阳十分配合呀 如实交代了阳光和他母亲不正当关系 并且还提供了一些极具价值的线索 见面之后 李健先上我通报了情况 剑哥 有什么线索吗 连环案发生的那段时间 张初云曾几次去过师大 军事在晚上 还有唐松案发生的当晚 张初云不在店里 他一直觉得 以火锅的收入是无法支撑日常的花费的 就此他也旁骄侧气的问过 可是每次张初云都闭口不谈这些呀 等等 我打断了李健的话 剑哥 我记得那晚咱们去过师大 我亲自问过屈阳和他的同学 那晚小雨过生日 他们宿舍在火锅店聚餐 他们均可以证实 那晚屈阳没有再走出过包间 聚餐完成之后就直接回宿舍了 这也是排除他嫌疑的直接原因 既然如此 他怎么知道张初云当天晚上不在家的 是这样 屈阳说 在聚餐结束之后 他想要告诉张初云 因为校方整顿 要回宿舍去住 当时才没有找到他 咱们排查时候 并没有问起这些 于是他也就没有主动提起 说那段时间 张初云晚上经常出去 是很正常的事 那屈阳就没打电话吗 打了 但是关机 有人见他出门吗 有 李健点头 两个服务员可以证明 张初云那晚有些心不在焉 一直盯着门口看 大概八点多钟 就急匆匆的出去了 八点多 我回忆了一下 齐亮和林东的死亡时间 都在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这样看来时间是能对得上 还有 你们有没有调取那晚的监控 张初云一直盯着门口看 显然是在等着某种信号 这也是他不使用手机的原因 门外或者是对面 有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比如那几个流浪儿 监控罗宴当言调取了 可门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不过 饭店内倒是打了收获呀 什么收获 阳光 哼 想起来了 李健这句话给了我的提醒 那晚我们离开师大之后 让楚之远去阳光的寝室看过 通过他的反馈得知 因为后寝处职位不保 所以阳光拉着顾全去火锅店 喝了很多酒 这其中 是不是有耐人寻味的东西呢 方子 我拷贝了一段监控录像 你看看 注意阳光的衣服 李健说着打开了手机 视频中 阳光和顾全坐在挨着门口的位置 已经喝得醉醺醺的 二人的肢体动作都有些僵硬和失准 甚至眼神看起来都有些呆滞 可若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顾全是真的喝晕了 阳光极有可能是装出来的 比如他偷看手机的时候 当然这不是重点 最可疑的是当监控时间显示为二十点的时候 阳光趁顾全不注意的时候 将放在椅子上的羽绒服反了过来 之后没过一会儿 视频中便出现了穿戴整齐的张出云 推开门急匆匆的走了出去 显然翻动衣服是他们约定好的信号 而这也证明阳光没有喝多 可这样一来 又有了新的疑问 扎土车司机张平的衣服上发现了阳光的指纹 说明他去了现场 可为什么顾全说他在宿舍呢 为什么当楚智远的手电筒照向床铺的时候 会看到上面躺着一个人呢 第五十五章 隐情 难道阳光还有同伙吗 如果有这个人会是谁 如果没有 他又是怎么骗过楚智远那双眼睛的 等抓到阳光之后 一切都明白了 李健示意我不要纠结于此 方子 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 苏禅一 看来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李健叹了口气 忧心忡忡的说 哎呀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我们已经能够证实 苏禅一还活着 而且截止到两年前 他一直都隐性埋名的生活在养老院中 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呢 风哥 你觉得 他不光是为了照顾苏默的外公 果然困扰我多时的问题 便是李健所扰 我相信有那一部分原因 可不一定是最主要的 否则 他这么多年 不会一趟家都不为啊 人心都是肉长的 他怎么挨得过那份亲情的煎熬 你说 他是不是不得以而为之的 或者受之于人什么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 如果真有什么恐吓 胁迫 他为什么不选择报警呢 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除非 李健欲言又止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瞅瞅旁边为人 才压低声音说 除非他也有罪 比如车祸案中的那句男尸 疯子 你也这么想 李健的语气有些骇然 健哥 不是我这么想啊 而是事实如此 哎 李健长淡口气 想要伪造车祸县掌 那就必须找到另外一个尸体替换 可尸体难吗好找 找尸体难 找人却容易啊 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可为了把案子查清楚 我也只能说了出来 疯子 才接到过来之后 我翻过当年的卷宗啊 了解到当年进入公主里的 摇杆考五脚组 团队一共四个人对吧 对啊 除了苏默的父母之外 还有两个人 分别是导师杨震和 严三学长毛国栋 杨震没有走出牧室 死相争灵 毛国栋更惨 被火油烧得尸身不整 面目全非 没错吧 没错 我继续点头 健哥 你究竟想说什么 有没有一种可能 当时进入牧室的还有别人 李健稍作成因 或者有人早就做了谋话 你是说 叶木全非的毛国栋 死相可疑 这个想法很大胆 但不得不说 的确是有这疑点的 我只是说一种可能啊 李健示意我 不要曲解他的意思 这件事 你有没有详细问过苏老吗 问过 我不止一次向师傅 求证过当年的事 师傅说 在勘定车祸 属于意外事故之后 便直接料理了后事 为了避免不良影响 酝酿和传播 第一时间对几具尸体 进行了火化 如今没有了任何后续勘查的价值 可惜了 李健惋惜的长淡 对了 建哥 这事千万没跟苏莫说呀 我知道 可是苏老那里怎么办 那天你不是把画像给他老人家看过了吗 师傅那里 让雷局去应付吧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把这个难题抛给了雷大炮 雷局其实已经表明态度了 他什么意思 全部案件没有水落射出之前 能满就满 能拖就拖 而且听他的话的意思 苏老也默认接受了 那就好 我最怕的就是苏莫和师傅也卷起来 如今能够听到李健这么说 玄泽的心总算能暂时落下了 优思 暂时是可以缓解 我的注意力又回到案子本身 建哥 审问张初云和屈染的是什么人 怎么 你不放心 屈染 我倒是放心 他虽然聪明 但是毕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应付不了省厅那帮老油条 我真正担心的是张初云 他可不是一般人 稍不注意 就能被他糊弄过去 想起在火锅店的交锋 我就头疼 放心吧 沈张初云的人是省厅派来的犯罪心理专家 而且还准备了测谎仪 他整不出妖娥的 再说 张初云也不像不识书的人 他应该明白 说的越多越细 对他将来的量刑越有利 那就好 我点点头 此时派系的割楼排查小组还没有任何情况反汇回来 于是我又打开了疑点记录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可以挖掘 疯子 我觉得有个疑点很值得推敲 李建所指是指关于苏禅一的 确切的说他假扮门卫 对此我是认可的 因为这个疑点跟两名流浪儿出现在养老院一样让我不得费解 苏禅一自从离开了养老院之后便销声秘迹了 这说明他是不希望被任何人发现的 那他为何要在晚上返回养老院呢 并且还将自己的真实面目暴露给了羔羊他们 难道他就不怕因为这个情况而被警方挖出来吗 肯定是怕呀 但我不觉得是怕警方 那是怕什么 怕幕后凶手 或者是说阳光和张富云他们 建哥 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他将王中奎和曹燕绑了起来 还有告诉了高阳那名吊车司机的电话 李建的意思很简单 王中奎曾经和张平做过交易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就是帮凶之一 而之后他跟曹燕所做的事 也是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 做出这种勾当的人 骨子里一定是不老实 由此一来 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高阳他们急急忙忙的去求助帮助的时候 他们会百般的推诿堂塞 至少不会主动帮助寻找凋车司机的电话 哪怕是电话号码就在值班式的公告栏上写着 这或许有着一定道理 可我觉得并不是苏禅一再次出现在养老院的真正原因呢 方子 那你是怎么看的 建哥 你还记不记得那几个IC电话 打给孔和的还是打给你的 打给我的 稍作回忆 我继续说 打给我的那个电话 说的是机械系 唐松 这五个字 随后又分别打给了120和122报警 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这一点咱们分析过 很有可能是为了救下受害人 说完这句话 李静的脸色猛然一变 方子 你是说那电话是苏禅一打的 嗯 不对啊 打给你电话的是女人声音 虽说机械冰冷 语气可以认定 是用了变身装置 可后来报警电话是没有伪装过的 这一点曾经反过确认过 还有之前可是一个女孩 把电话打到了市局办公室啊 如果说是苏禅一指使的呢 他雇人 是不是雇佣的 我还需要去证实 但我总觉得 这种可能性很小 隐隐的 我觉得窥探到了真相 不是雇佣倒也能说得通 毕竟这种关系无法保守秘密 那究竟是什么呢 李静嘀吾着 当时打电话是个小女孩 哪里来的小女孩呢 流浪儿 李静的话 让我毛色顿开 方子 你是说被阳光操纵的小乞丐一样的流浪儿 没错 我兴奋的点点头 剑哥 你还记得 有天咱俩施舍过那两个小女孩吗 记得 你该不会说是他们给打电话吧 完全有可能啊 这样的话 岂不是意味着苏颤一也操纵着一个流浪儿集团吗 李静显然没明白我的意思 剑哥 你反过来想想 我提醒了他 哦 明白了 你说的是 无论男孩还是女孩 其实都是被阳光 枪害着 苏颤一后来解救了小女孩 然后 她通过女孩的嘴 就知道阳光想要杀害唐松的事 于是 就有了给你打电话 报警 以及后来来养老院的事了 嗯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怪不得 怪不得 后面三起案子 阳光越来越着急了 原来是事情败露了 李静也兴奋了起来 剑哥 弄明白这点之后 另外一个疑问也就有答案 我把的事 没错 点头之后 我望向了远处漆黑的夜空 剑哥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阳光 因为 她真正想杀的第五个人 是苏颤一 第五十六章 归案 目前 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种推断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可既然存在着可能性 就必须全力阻止事情的发生 如果两个小女孩 真的是被苏颤一救走的 那么 阳光也就完全具备了作案动机 走访排查是一件极其辛劳枯燥的事情 然这也是案件侦办无法绕开的环节 所以我和李静履清楚思路之后 也加入了排查小组 学府路上高校云集 虽说很是热闹繁华 可这毕竟不是住宅区 所以我们排查重点放在了个商铺 附近只有几条主路 而且那些流浪儿又经常在这里提讨 因此要打探他们的踪迹不是太困难 连续向几家商铺求证之后 我们得知那些小乞丐往返的路线 早晨向东来 晚上向西去 风子 你对省城比较熟 西面是什么地方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藏身之地呢 李静目光无法穿透深沉的夜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里是一座废弃的梁栈 废弃的梁栈 李静危愣 那一定有很多房屋和仓库吧 当然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走 这座梁栈废弃于三年前 原本是审批为住宅用地的 可因为官商勾结事行败露 最后成了烂尾工程 后来风波平息 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也接手过 然随着一家火葬厂搬迁到附近之后 再也没人问津了 烂尾的工程通常有个共性 荒凉萧条 毫无生计 哪怕是在大白天都显得死气沉沉 而偏偏 罪恶往往就是隐藏在黑暗当中的 很多萧小之败聚集 使之成为了犯罪的天堂 和滋生罪恶的沃土 在我的预想中 阳光既然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菊来脱身 那么 他的藏身之地 绝对是极难寻觅的 可事实 却出乎了我的预料 荒废的残魂断壁之中 灯火依稀可见 走近之后 甚至偶尔能听到一些乌烟声 那不是北风 而是出自志同之口 这些乌烟显得无气无力 其中还夹杂着浓浓的恐惧和沉痛 显然心悲已久 当一座较为完整的仓库的厚重大门被打开的时候 那些哭声直入内心的时候 当我借助不慎明亮的灯光 看到里面景象的时候 我感觉浑身的热泻正在变冷 冷到连我自己迈出一步都觉得不可能了 这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啊 地上到处都是鲜血 宛如一条血河从凉裤中穿行而过 映红了桌椅板凳的同时 已让整座仓库蒙上了一层血色 血红的拖痕从我们的脚底向前延伸 十来米之后 到了两排上下腹跟前 这些上下腹的床头和床尾绑着一个孩子 大的不过是十二三岁 小的看起来也就七八岁 足足十二人之多 可怕的是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健全的 所有人都是残疾儿童 十二个孩子的表情不大相同 岁数较大的男孩脸上都是麻木和茫然 脚小的眼睛里留着恐怖和无助 仓库的尽头摆放了一张大床 床的面前水泥地被抛开了 那个不是很大的土坑里 此时正跪着一个人 那个人低着头 所以我辨认不出容貌 可我能够看出来 地上的鲜血都源自于他 很可能他已经死了 两个小女孩跪在那个人的身前 声音瞎哑地哭着 宛若至今离去时的悲痛 健哥 我过去看看 你赶紧带人搜查 现场没有发现阳光的踪迹 让我内心有如猫爪一样不安 你们两个人去解救那被绑着台子 高阳带人去搜查整个两站 我马上连接雷局 封锁附近交通道道 无论如何都抓着阳光 这个灭绝人性的畜生 李健一边咒骂着 一边安排 叔叔 叔叔 你快救救我爷爷吧 我刚刚奔斗跟前 年岁较大的女孩 便用断肢抱住了我 年龄较小的女孩不会说话 可我能够听出声音的恳气和交集 稍作安抚 我将目光望向了那个跪着的人 纵然有着心理准备 可当我那张脸看清楚的时候 还是涌现出了一股绝望感 因为她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苏禅一 这是我第一次真实地面对她 花白的头发和皱纹 契合父辈的年龄 魁梧的身躯 亦如羔羊所树 灰白的脸色源于失血过多 而那凝固着愤怒和不甘的表情 则提醒着我 还有很多真相 扭带挖掘 我要怎么跟师父交代 我要怎么跟苏默交代 双手的颤抖 出卖了我的故作镇定 直到小女孩哭声 将我惊醒 叔叔 你是警察吗 你是好人 一定想办法把爷爷救过来吧 我尽力 两名小女孩已经遭受了太多痛苦 我不想再给她们任何打击 更不想在此时断了她们心中最后的希望 细致查看过苏禅一外露的部位之后 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扒开水泥块和沙土 一直到她的全身被挖出来 苏禅的身体上半部没有发现任何致命的伤痕 但在脾藏部位 有着一道手术窗口 可以排除是近其所为 仓库的地面上有着大量的血迹 足以推断出动脉损伤的结论 事实也的确如此 苏禅一的两条大水都有明显的伤口 这几条伤口很深 可以确定是用力气切割所成 动脉被磕断 除此之外 她的小腿后面也有着明显的割伤 静后动脉被割裂的同时 根剑也受到了毁灭性的创伤 由此 她的死亡原因可以初步认定为 鼓动脉割裂大出血所导致 是不是说 爷爷的 她 那名较大岁数的女孩 是没有小臂的 为了帮我挖出苏禅一 断之处也已经是鲜血淋淋了 放心吧 我们会全力抢救她的 说着 我招呼过来一个同事 赶快把孩子送到院去 另外让健哥联系刘法医 从创口来判断 苏禅与死于 鼓动脉大出血 可能几乎为百分之百 可这并不代表 不用再做尸检了 毕竟很多病理性的检验 只有解剖之后才能进行 当然 在这之前 我必须跟师父通个劲 师父 您先不要伤心 受害人究竟是不是苏叔叔 还有在确定 粗略地将现场情况做了介绍之后 我顺势宽慰了师父两句 小枫 你说受害人的脾脏部位 有个手术吧 师父的声音也很低沉 是的 那你能不能推断出手术的打致时间呢 我知道师父问这句话的目的 无非是根据记忆来做个初步判断 可我给不了他答案 唯一能确定的手术不是近期做的 可具体什么时候无法判断呢 有可能是三五年前 也可能是十几二十几年 对吗 是啊 您是怀疑那场车祸 唉 师父在电话那边长叹口气 你是知道的 体葬损伤在车祸中的概率最高 把不惜苏禅一当时 师父 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不想让师父继续忧心 便转换了话题 尸检 鉴定 合罪数据库 还有 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小木呀 师父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他挂的电话 可我不能 必须将决定转告给刘法医 刘法医 刘法医 稍后会有一具尸体送过去 尸检的同时麻烦你提取个检材 做个亲子鉴定 比对方是谁啊 我师父 打完电话 现场也开始清理 望着被抬出去的尸体 我是五味杂陈 苏默知道了会怎样呢 方子 你在这愣着干什么呢 李健急匆匆走过来 啊 没什么 刚给师父打完电话 关系尸检的 心思鉴定的 说着 我往外瞟了一眼 找他降光了吗 没有 李健有头 不过 我们抓住了另外一名嫌疑人 案件中还有别的嫌疑人吗 你问问 当初咱们接级那个两小女孩的时候 她曾祈祷过奶奶 她和阳光什么关系 初不了解 她是个人贩子 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她拐来的 具体跟阳光什么关系 有没有参加过十大的谋杀案 暂时还不清楚 那她知不知道阳光下落 我刚问完 李健的电话响了 她接通之后恩了一声 拽着我往外走 现场让他们清理吧 我们回局里 阳光了完了 真的 真的 在哪抓住的 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 阳老院 你怎么会想到那个地方呢 因为素缠一曾在那里待我很久 还有 我们在提取一道阳光和张平衣服上的指纹之后 那两个流浪儿童去过阳老院 当初我以为他们在寻找那个带血的筷子 可思来想去 理不顺逻辑 也就意味着 阳老院有他们知道逼得的东西 否则不会冒着怀疑逮捕的危险 去那里啊 你小子真是鬼灵鬼怪的啊 李健笑笑 示意我上车 走吧 虽说 昨天的团伙成员全都落网了 可审讯工作依旧不容 有半点松懈啊 最后这个硬仗我们还必须打赢 回到市局的时候 雷大炮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 落座之后 他率先将最新的情况做出了详细的报告 首先 通过鉴定对比 证实在张书云家提取他的毛发 就是属于阳光的 可作为界定他们关系的密切证据 其次 张平未溶物以及心血工 检测出了高浓度的酒精成分 满足最下条件 死因为钢筋冻穿头颅所致 再者 林东的血液中检测到麻醉剂的成分 可以确定他在遇害之前被人强制注射过麻醉剂 死因为麻醉剂之息 最后 根据屠染和张初云的口供 初步判断屠染对十大连环案并不知情 但还需要进一步核定 雷决 阳光在养老院找到什么东西 相较于上述几点 我更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这极有可能就是苏禅一隐姓埋名多年的原因 文物 雷大炮全都砸在桌子上 第五十七章 审讯 文物 李健微微一愣 阳光是从养老院找出来的 问出这句话时 我一直盯着雷大炮的眼睛 不想看到他点头 可我低哭了自己这张乌鸦嘴 他凝视了我好一会儿 才满是忧虑的塌了口气 唉 虽然我也不愿意相信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阳光在养老院的建筑工地进行挖掘时 被我们的人带了个正潮啊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李健有点故作不懂的意思 明知故问 雷大炮瞪了他一眼 雷爵 您不会真的相信那些文物 与苏禅一有着关系吧 我非常清楚 如果这点被做时候的后果 你们俩怎么回事 怎么都冲着我来了 雷大炮拍了桌子 我也不想 不愿意去相信 苏禅一会做这种事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能说什么 退一半步来讲 就算我相信他是清白的 别人会相信吗 雷爵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劝雷大炮一句 我才忧心忡忡地继续说 我们只是担心 担心 雷大炮瞪了我和李健 你们担心 难道我就不担心吗 难道我不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吗 雷大炮没有说明 但这件事情过程 早就在我心里盘缓很久了 倘若事实真如我想的一样 那可就麻烦了 可我也必须得承认 苏禅一的犯罪嫌疑实在太大了 首先 当初他曾以造谣考古队员的身份 进入公主岭 其次 杨振和毛国栋都死在了林秦里面 再者 车祸发生后 我们本以为苏禅一已经死了 可谁都没想到 他会重新回到我们视线当中 也没有想到 他会在养老院中隐姓埋名了十几年 更没想到的是 养老院中会挖掘出大量的文物 最后 无论是苏禅一出现在良占仓库 还是那两名小女孩的态度 都说明 他跟师大连环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综上所述 很容易让人推导出一个结论 当年考古队进入林寝之后 苏禅一建材起义 杀死了杨振和毛国栋之后 携带大量文物潜逃 林轻宇知道这个事情的经过 所以 照片中的表情才会内般绝望和无助 或许 在那个过程中 林轻宇曾经苦口婆心的劝过苏禅一自首 但他没有那样做 而是面目猙獰的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他伪造了一个车祸 在杀死自己妻子的同时 也让另外一个人做了替死鬼 可是 真的会是这样吗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 然而 案件当中的一切线索和真相 都表明他有巨大嫌疑 北角 我有两个问题想搞清楚 你说 那几车祸的勘定结果我们不说 就说当年摇杆考古队的事情 他们进入林寝后 有没有打开光果 打开了 痕迹上显示有翻动过痕迹啊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 可是必须接受现实 只能继续问 我去过公主岭 也看到过临神临摹的画像 更见过她缝制用的 用来犯罪的宽大衣服 看起来像是汉代或者唐代的 这与那些文物年代相符吗 你们自己看吧 雷大炮说着 递过来一个档案袋和几张照片 档案袋里面装的是一份考古报告 提到的正是公主岭那座寝陵 尤其为醒目的是唐代大墓四个字 照片中的物件中种类很多 有玉器 银制品 铜镜 还有几个桃棍 这些东西的品相都很好 怕是价值不菲 雷局 这些文物做过鉴定吗 你是不是忘了 我家那位是做什么的了 雷大炮说着掏出了手机 手机上显示的是雷大炮及其妻子的通话记录 几张图正是我刚才看过的文物照片 最后给出的结论是 十九八九为真 退一步讲 就算是做旧仿制 也绝对是唐代无误 这一点我是不会看走眼的 既然嫂子给出了这样的判断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对于嫂子的话 我可不敢有任何质疑 毕竟人家是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 雷局 既然嫂子都这么说了 那苏珊一探 李建这会儿的脸色不比雷大炮好看多少 当年的事情先放放 当务之急是突击审讯阳光和张初云 务必要把诗大案的所有疑点搞清楚 雷大炮绕开了那个沉重的话题 只有把诗大案插个水落石出 才能变清苏珊一的黑白 是雷局 这样 你们两个交叉审讯阳光和张初云 必须保证口供的真实一致性 还有 除了我和你嫂子 只有你们两个知道手机里的内容 暂时不要泄露给任何人 包括苏老和小莫 一切等十大量还案落下帷幕再说 明白 和李健走出会议室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这个点是人困满滑的时候 也是审讯的最佳时机 我的本意是让李健审讯张初云 我实在是不想跟那个女人打交道 可还没等我开口 她倒是先说话了 方子 你的女人缘好 所以张初云就交给你了 我先会会阳光 一会见 我来到审讯室的时候 张初云已经被带了过来 她看上去依旧是那么妖娆动人 只是毛子李的神采暗淡了几分 云姐 又见面了 是啊 又见面了 喝茶还是咖啡 我想喝酒 这个满足不了了 摇摇头 我端了一杯盖开水 不过你要是如实公诉罪行 我可以想办法给你弄点酒来 罪行 张初云笑了笑 徐法医 我有什么罪行 云姐 你做过什么自己清楚 将纸杯放在她的手边 我直接走了回去 并示意同事开始记录 审讯开始 张初云 顾左右而言她 始终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没办法 我只能将取染搬出来 并告知很多情况 已经被我们掌握 同时警告她 如实交代与富与顽抗的利弊 让她打消侥幸的念头 或许是对量行有了清晰的认识 也或许是顾虑取染的口供 总之 在接下来的审讯工程中 张初云表现很配合 交代如下 一直以来 张初云都是和取染相依为命 彼此也都是对方生命中 最重要的那个人 基于此 取染才没有选择去外地上大学 而是报告了离家最近的师大 目的只有一个 慈母在不远游 张初云出生在鼠地 所以深暗饮食之道 加之取染就在师大上学 口口相传之下 火锅店的人气越来越旺 来此的学生不少 还有老师 当然 这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 就是张初云长得很漂亮 漂亮的女人总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不光体现在回头个多上 还体现在很多人对她的着迷 以及恋恋不忘 这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奇亮和阳光 阳光是十大化学系的辅导员 于是在其他竞争者面前更具备先天优势 谁让曲染也在十大上学呢 谁让张初云那么溺爱她呢 哪个做父母的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享受一些优等的待遇呢 更何况阳光比张初云小不了几岁 同龄人似乎更能倾诉中场 此外相对于其量阳光还有一副看起来不错的皮囊 第一场情感戏的失败让张初云明白了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 所以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急于的阴影 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当她鼓走勇气接受阳光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时 迎接她的是另一个衣冠禽兽精心编制的罪恶情网 一切都要从他们那次激情后开始 男人和女人的坦诚相待 大都在第一场激情之后 似乎只有身体的交融心灵才能够沟通 或许这是人的本能 也或许这是安全感的象征 总之在那一刻戒备隐私种种都会适当放下 张初云就是从那时开始看清阳光真面目的 大到赌博好色小到懒惰不讲卫生 同居之后阳光的本性逐渐泄露出来 这让张初云后悔当初苦不堪言 而她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纵使阳光怎么千方百计的讨好 居然也都不会给她任何的好脸色 甚至还曾反复劝过张初云和阳光分手 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自己约的泡含着泪也要打完 尽管张初云对阳光有着种种不满 尽管她不止一次咒骂过自己瞎了眼睛 但为了取染为了声誉甚至为了火锅店的生意 她都不得不忍着不得不受着 以至于到最后不得不参与着包庇着 这其中包括操纵流浪儿团伙 也包括协助阳光犯下连环杀人案 阳光嗜赌如命仅仅是那些工资自然是不够挥霍的 于是她便冻起了歪心思 一场剧赌之后结识了牌友胡金凤 他们究竟是怎么真正凑到一起的 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将彼此捆绑犯罪的 张初云并不知情 她只知道从前年开始 阳光的钱开始多了起来 哪怕她依旧沉溺于赌博当中 也再也没有缺过 二人虽没有领结婚证 但却是有着同居的事实 所以在钱这方面也不分彼此 唯一的区别在于 以前是张初云分担的阳光的开销 自那之后二人兑换了角色 可张初云永远想不到 那就是她迈入罪恶深渊的开始 因为阳光的钱 大多数都是操控流浪而乞讨弄来的 这钱是肮脏的 血腥的 见不得光的 偏偏她张初云日渐精致的生活 就是用这些钱换来的 在得知真相的最初 张初云悔恨过 恐惧过 迷茫过 退缩过 可随着阳光手举菜刀出现在熟睡的趋染面前 一切的不安和惶恐都烟消云散了 那晚张初云用肮脏的钱去外面买了一瓶酒 喝了个酩酊大醉 罪恶如同深冬蚕食荒野的迷雾 狂风不起 日光不现就永远不会消散 正如张初云的选择一样 于泥潭中越陷越深 她第一次看到阳光砍下女孩的两条小臂时 惊悚的蜷缩到仓库的一个角落 第二次看到阳光砍脱另外一名女孩的舌头时 她的双腿已经不再颤抖了 当第三次第一次看到幼童的耳朵被削掉 双脚被整整齐齐的切下时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苦涩的笑容坐在沙发上 望着前面血色炼狱喝下杯子里的酒 那个时候她已经成了罪恶的傀儡 而她这只傀儡 还将在永远都看不到光明的绝路上越走越远 比如杀了齐灵 当阳光说出杀人的时候 张初云麻布的心有了几分惊激的颤动 因为她明白尽管参与枪害 需使儿童流浪有重罪 可至少还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然一旦背上人命 那案发后被捕就真的永远是无翻身之日了 阳光有着病态的心理 自然不会听从张初云的传说 相反还搬出了种种说辞来引诱和威迫 不得已张初云只能屈从 屈从归屈从 但张初云并不想做个糊涂鬼 她不想知道将来自己被判了死刑 还弄不清阳光杀人的初衷 原因很简单 事情败露 或者说是阳光自己心虚了 社会是现实的 学校也是如此 或者将尖子生的特殊待遇 解读为付出应得的回报 更为合适一些 几个系的尖子生 参加完省教育厅的活动之后再聚了餐 久壮怂人胆的齐亮 便是向了张初云表白了冲动 都是绝迹方刚的年龄 谁不想再有些的青春见证千般的精彩呢 更何况努力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 本就无可指摘 于是在吕敬 孔和唐松的陪伴下 齐亮去花店买了一束鲜花 直向张初云 只是他们谁都没有看到身后秋风卷起的枯叶 更没有看到死神在那一刻拿起了手中的镰刀 他们看到的是深秋的梧桐树下拥抱的两道身影 成性而来 败性而归 这自然会让齐亮无法接受 而女生骨子里的八卦基因 促使他们一起去探个究竟 张初云究竟尾身于谁 尾随 跟踪 一直到破旧的梁战仓库门口 他们看到了阳光 看到了那些流浪儿 也看到了沾满了血腥和罪恶的金钱 当阳光转过身的时候 他看到那几名尖子生的脸时 始终在学校中维持的温文儒雅的形象扭曲了 他怕了 他慌了 将手里的钱强塞到流浪儿手里之后 阳光尽可能让自己保持着平静 随后旁敲侧击地问这几名决胜的看法 怪不得阳岛这么节俭 原来都是资助这些孩子了 阳岛 你应该入选感动中国师大人物才行啊 阳岛 你是师大的骄傲 阳岛 我要以你为榜样 我恨你 也恨他 维和的声音是从齐亮的口中发出的 他不想承认自己的指导员 居然是杰足仙灯占有了朝思暮想的女神 那时候的阳光没有读懂齐亮的那句话 他只当是对方看明白了自己和小女孩的关系 看到了关于金钱犯罪的本质 所以他有了戒备 从那天开始阳光格外关注着齐亮 并且找他谈了几次话 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齐亮对他的态度越来越恶劣 齐亮反应 让阳光愈发认为自己的事情暴露了 于是便咬咬牙开始筹谋自己的猎杀计划 不断的刺激他 不断的给他换着寝室 但这些都没有打倒齐亮 挫败让阳光悖绝沮丧和失落 那段时间他甚至戒了毒 绞尽脑汁的想着怎么除掉齐亮掩盖自己的罪行 这其中就包括胁迫张初云参与进来 因为他一个人始终想不到毫无破绽的万全之策 杀人是需要一个详细周密计划的 于是二人经常携手出现在江边 河畔以及梧桐林旁 阳光带着张初云去那些地方 本意是人少 不担心计划会泄露 可在暗中窥视的齐亮来看 那是秀恩爱 这种打击让齐亮生不如死 心情糟闷之下愈发自闭起来 并且经常为琐事跟室友发生矛盾 齐亮的巨大转变让很多人都不解 其中就包括同为孤儿的尖子生履敬他们 他们知道齐亮的心结是什么 于是便将之前打算表白的事情 如实告知了阳光 这让阳光喜出望外 想出了破解死局的恶毒之计 那就是继续带着张初云出现在齐亮的视线当中 并且做出了更为亲密的举动 阳光是指导员 深知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因此平时也会涉猎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当然他更多的是运用在了牌桌上 齐亮的整个转变过程都被阳光看在眼里 他知道这是心理出了问题 于是便抓住这个弱点来进行突破 比如运用色彩心理学 人能够选择颜色 同样颜色也能影响到人的心情 他便假意疏导齐亮 实则是在不断的施加心理暗示 于是有了笔记本中不同的色彩 也有了齐亮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祈祷心计 期望复仇女神帮她夺回一切 最终齐亮在忍无可忍之下选择了逃避 逃避阳光和张初云 逃避西洋的人群 同时也逃避自己的内心 他搬去了废弃的寝室楼 于是又有了废弃寝室楼灰色与黑色的墙壁 在齐亮看来 那或许是排解心中苦闷的一种方式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阳光的算计 当墙壁被染成黑色的时候 阳光知道时机成熟了 他眷解齐亮放开心结 强制将墙壁刷成了白色 宿舍的墙壁是阳光亲自刷的 初中自然不会是亲手毁了一名优秀学生的愧疚 而是为了给齐亮最后一击 在墙壁上 布置瞎凹点和试错觉的陷阱 最终齐亮上当了 他终日蜷缩在寝室楼里 一眨不眨的盯着墙壁 他看到了女人看到了匕首看到了火把 他相信复仇女神来为他主持公道了 但有时候他又会幻想着墙壁上的色彩幻云就是张珠云 他一开始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比如抚摸墙壁 亲吻墙壁 又比如幻想着彼此共赴乌山 思念越深恨意越深 无人倾诉之下 他便将想说的话写在了笔记本上 刻在梧桐树上 他和他都该死 应该死于复仇女神的匕首 这种疯狂这种颓背 这种崩溃都被阳光看在眼里 于是他想到了用其量内心所想的报复方式来杀人 火把女人还有匕首 火把是假的 匕首用折叠弹簧刀代替的 只有那晚出现的女人是真实的 或者说那天晚上张珠云终于成了真正的帮凶 第59章 过程 据张珠云交代 他们的作案过程并不复杂 那个时候齐亮的心理已经崩溃 只需要在他的面前演一出戏即可 废弃的寝室楼处于校园的荒壁之地 没有任何监控措施 而深冬的寒夜 又会将人牢牢的拴在室内 只要张珠云和阳光谨慎一些 就不会被人看到 可以说犯罪条件十分成熟 墙壁上带有凹点的色彩 张显的不仅仅是齐亮祈祷复仇女神 帮她杀人的仇恨 更是对于张初云的一种变态撕恋 从这当中不能看出来 那个时候的她严重的绝对不是心理问题 甚至精神都有错乱的迹象 张初云的到来 让齐亮受宠若惊 手足无措 她紧张 激动 甚至有些疯狂 极尽可能的羡慰讨好着 甚至是无条件的服从 比如按照张初云的吩咐做出配合 将自己牢牢束缚在床上 殊不知这一切不过是张初云试探和计算的手段罢了 当确认齐亮心理精神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的时候 阳光紧接着出现在寝室当中 他们二人做出亲密举动的同时 也不断嘲讽刺激着齐亮 让他癫狂 让他崩溃 让他因为仇恨陷入到失控之中 当齐亮处于失控的时候 阳光和张初云便走出房间 而当齐亮眼中喷射出仇恨的火焰时 换了身衣服的张初云又走了进去 此时的他在齐亮眼中 依然是复仇女神成为了救星 我可以帮你复仇 但必须要以你的生命作为寄限 只要能杀死了那对狗男女 献出自己的生命又算什么 当长达十七公分的折叠弹簧刀刺入心脏时 齐亮的脸上露出了满足和解脱的笑容 他终于如言以偿了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感觉生机正在一点点消失的时候 复仇女神变成了张初云 他的身边还站着阳光 愤怒绝望悔恨不甘 种种情绪的堆叠 让他从那张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疯狂和猙獰 他不想死了 可他似乎忘了 这场杀局阳光绸缪了如此长的时间 就怎么能轻易放手呢 尤其是在齐亮呼喊着舅舅我时 在齐亮说他们总会遭到报应时 当公爷酒精倒在床上时 当熊熊火焰开始吞噬齐亮的身体时 阳光做出了一件更为毒恶的事情 他要保护好齐亮这张脸 或者说要留住凝固着绝望和恐惧的表情 作为送给齐亮口中的您的一份见面礼 头盔的作用不仅能在发生车祸抵消撞击 当缠绕上潮湿的围巾时 还能阻拦火焰对于齐亮头部的灼烧 当然 最关键的还是能够避免火焰直接接触头盔 从而留下灼烧材料的痕迹 顺利杀死齐亮之后 阳光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痕迹抹除 以及线索的清理 随后开始谋划如何猎杀第二个目标 因为齐亮口中的您始终让他心神不宁 他相信齐亮已经将很多事情告诉了别人 这个人会是谁呢 目标似乎并不难猜测 就是那天一同与齐亮出现在废弃良占仓库的几名学生 吕靖 孔和 还有唐松 暗地里了解之后 阳光得知吕靖因为有着肾脏疾病 平日神漠寡言 或许是因为性格相像 他平日跟齐亮的接触比较多 尤其是在齐亮心里出现问题的这段时间 吕靖也是表现得最为关心的那个人 基于此 阳光便将他定为了下一个猎杀目标 打着调查齐亮死因的旗号 阳光顺利将吕靖约了出来 并强调让他带着画板 说有些值得怀疑的东西需要他以画像的形式展示出来 知有事事 悲痛难意 吕靖不仅如实赋约更听从了阳光借酒拍忧的提议 在这个过程中阳光提到了火把 在吕靖画出来之后 又问他是否明白其中的含义 从而分散他的注意力 分散注意力的目的自然是为了顺利将安眠药混入酒里 可怜吕靖至此都不知道 吕靖有着肾病 常年服药体质比较弱 加之悲伤和酒精的刺激 很快陷入了昏尘当中 最要命的是 那些安眠药让他很快便成了任人百步的玩偶 尤其是被拖入冰冷的湖水之中 彻底没有了行转的可能 事实正如我们根据现场痕迹即行推理一样 阳光是使用热水浇开的湖面 那层浮兵也的确是为了消除他的脚印 以及拖动吕靖时产生的拖痕 至于绑在树上的围巾 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恐慌 因为他从吕靖的口中得知 当其量死后 孔和和唐松也都在暗中四处打听 打探着可能存在的隐情 当时你都做了什么? 审讯到这里 我觉得有必要让气氛松缓一下 我和张助云都需要时间调整一下心态 我? 张助云笑笑 当时我在阳光的宿舍里 作为阳光的提身 我记得顾全曾经说过 吕靖案发的那一晚 他看到阳光穿着皮卡丘睡衣服按而坐 是的 这样他就有了不在场证明 张助云点头之后 又笑了笑 薛法医 我要强调一点 在类这两起案件当中 我可都是没有直接参与谋杀的 但你直接参与了犯罪 我不想跟他撕扯这个问题 于是继续问 前两起案子 你的作案手法很高明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指向性线索和成绩 为什么在恐吓案中会出现了破弹呢? 因为有些着急了 这句话 与我们之前推断的相符合 但原因就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着急? 难道事情败露了? 算是吧 张助云点头 那天 齐亮他们看到了阳光和刘安儿在一起 为了探知他们是否知道了犯罪事实 阳光可是做了很多准备的 比如呢? 比如创造各种机会接近那几名学生 用阳光的话来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个过程你们知道了什么? 很多 知道了他们同样是生活贫困的孤儿 知道了每个人的秘密 齐亮迷恋上了我 而因为性格相像 吕靖将齐亮视为知音 对他的死很是悲伤和惋惜 恐和漂亮人缘好 但始终没有恋爱 根本原因就是他排斥异性 至于唐松 则最心于自己的前途 一直在努力经营人脉 铺垫留笑的事情 最后还知道了 他们均对阳光和流浪儿的关系 有着沃深沃浅的怀疑 所以那晚出现在梧桐林里面的是你 在孔河身上纹身的也是你 如果这样也就符合了苏默的推断 没错是我 这么说的话 罗浩的嫡子也是你们打造的? 阳光做的 他跟我说过 当学校和高级领导去礼堂休息室开往慰问演出的师生们时 那些老师和学生都围上去 他就会趁着那个机会偷走笛子 从而引开警方和保卫处的人 你是说他再走了笛子? 是的 那为什么后来我们会在地板的夹放中找到那只笛子? 徐法医 你是不是忘了那两个孩子? 张朱云的话 让我顿时明白了其中关键 那两个流浪儿之所以出现在礼堂里面 其实不光是掩盖孔河从垃圾口里外出的痕迹 更是将笛子放在休息室 从而让我们忽略带走笛子的那个人 完全正确 那你又是怎么联系孔河出去的? 这一点我很好奇 是我们早就约好的 张朱云说 在阳光对几名学生产生戒备的时候 在他们得知几名学生都是为流浪儿事情有所怀疑的时候 他们便在暗中开始调查 意图自然是抓住每个人的注点来各个击破 在得知孔河的同性取向时 张朱云便开始接近孔河 实际适当之时 又袒露出了与其相同的心声 从那时开始 张朱云便使用电话变声软件 开始频繁的与孔河联系 截止到案发前 二人已经到了极为暧昧的程度 同性恋算不上什么违法的行为 可至于社会主流群体来说 或多或少有些抵触 孔河饱受其苦 自然是十分珍惜张朱云给予的这份认可和情谊 于是便越陷越深 渐渐失去了理智 那天彩排完毕 当孔河从卫生间的窗户看到墙外张朱云之后 便开始思索脱身之策 当阳光拿走笛子使出调虎离山之气后 孔河趁人不注意便借用硬质板从垃圾道滑下去 随后翻墙进入了梧桐岭 手机则是被他留在化妆间的抽屉里 与我们根据现场痕迹推断的一致 两条围巾就是孔河系上去的 原因自然是受到张朱云的叫做 必然传递之事他更有经验 文身是张朱云表达占有孔河的信号 而孔河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半 自然是没有理由去拒绝的 可直到肖仙的树枝刺入身体之后 孔河才真正明白自己不过是被恶狼诱补的一只羔羊罢了 他想过挣扎 可麻醉剂的注射 灭绝了他逃生的一切希望 电话的伪装变更软件是哪里来的 那些号码应该不是你们随机挑剪的吧 这点我必须弄清楚 第六十章 思心 想路非非不讲 徐法医 难道你会觉得电话号码是随机选择的 张朱云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了一句 当然不会 我摇头 其实变更软件并没有什么值得深追的 毕竟那种东西从网上很容易弄到 我真正好奇的是 IC卡电话号码 你们究竟是怎么弄到手的 或者说是怎么知道 钢厂私有的那几部电话内情的 张平 我明白了 张朱云的话 让我捋顺了一些想不通的东西 张平是建筑队的人 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送渣土 还要运送钢筋 以及其他的一些施工必需品 经常跟钢厂接触 自然会知道一些内情 没错 张朱云点头 杨光当初跟负责施工队接洽 因此结识了张平 加上二人 视得如命 所以走得很近 钢厂私手的那几部电话 就是张平透露给他的 同时还教过他 怎么赚取施工材料的差价 云姐 我想再问你一遍 那天晚上跟孔和在一起的 真的是你 我对这点还是有着忧虑 因为按照现场痕迹来推断 站在孔和背后 给他纹身的人应该很高 这似乎与张朱云是对应不上的 徐法医 我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法律 但也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 杀人我都能如实交代 这还会编造吗 也是啊 张朱云的这句话让我无从反驳 可不知道为什么内心就是有点不踏实 或许真的是我多想了吧 徐法医 第三个案子我已经交代清楚了 还有什么疑问吗 此时的张朱云 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意 他为什么如此平静呢 我心中如此嘀咕着 这太不符合逻辑了 一个人究竟要有多强大的内心 在这个时候还能表现得云淡风轻呢 盯着张朱云的眼睛看了好半天 我依旧无法解开心中这个迷惑 可偏偏他交代的一切都是能够与案情衔接起来的 这也就意味着他说的话就是实话 但为什么总是给人一种案件背后另有隐情的感觉呢 云姐 那我们就说说第四个案子吧 左右都是想不通 倒不如继续审讯 或许接下来会找到什么破绽 第四起案件 张朱云在跟拱河交往过程中获知内心 这让阳光很不安 他猜测自己的罪行已经被几名同学完全掌握了 因此必须尽快杀掉他们 而这就是他们越来越着急的原因 三起命案连接发生 已经让整个师大震动了 这在无形中给了阳光极大的压力 想要在师大附近杀人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他便将作案地点选在了外面 比如U型弯道那里 当然这也有着深意的 伪装的电话号码 是从张平那里弄到的 阳光很清楚 一旦警方开始调查 这些号码极有可能会成为突破口 而偏偏张平是赌如命 同为赌鬼的阳光明白 一旦张平有所察觉 那么就会以此来要挟自己 这种要挟很可能会无休无止 有着这样的担忧 加上要在师大周围作案难度巨大 因此他便想到了将张平拉下水 协助他杀死唐松 人各有志 相较于其他人来说 唐松的志向很简单 毕业之后留校 留校是一件说简单也简单 说困难也困难的事情 在确保自身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唐松也尽可能挖掘能借助的外部条件 比如跟学校一些领导攀附关系 一名学生想要直接从校领导身上打开突破口 显然是极具难度的事情 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平日更容易接触的人身上 当然这样的人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那就是有着能帮助他的后台 选来选去 唐松将目标锁定为阳光 一来他是导员 日常当中接触比较多 二来 阳光当时负责施工项目的事情 在当下的社会中 大多数人的看法都是没有特殊关系 是无法获取到这种美差的 可唐松没有料到的是 他处心积虑接近阳光时 对方也在算计着他 那天晚上 阳光以心情不好为由 将顾全约到火锅店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顾全来为他做不在场的证明 翻转羽绒服是早就约定好的信号 当张卓云于八点钟离开火锅店的时候 阳光也假意醉酒 示意顾全返回宿舍 再返回十大的路上 阳光故意吐了顾全一身 在为自己稍后离开社局的同时 也将另外一个信号释放出去 告诉暗中藏匿的流浪儿 可以通知唐松了 据唐松的室友说 他是在网上打蓝球时候出去的 手机没有通话记录 很显然是跟某人见面的 当时我们怎么都排查不出来这个人 如今疑问总算是解开了 是流浪儿偷偷潜入师大做的这一切 唐松离开校园的时候 阳光和顾全也回到了寝室 在阳光照顾好之后 顾全便去二楼洗漱间 清洗带有偶脱物的衣服 当他清洗完毕回寝室 阳光屋子里面的灯已经黑了 从门里面上了锁 其实那个时候阳光已经顺着窗户离开了宿舍 外面被遗弃的车棚为他提供了便利的外出条件 被子里躺的是另一个人也就是身高最高 身材最壮的那名流浪儿 这就是楚志远他们去寝室查看的时候 没有察觉出破绽的原因 第一他们没有进入阳光的房间 第二睡在床上的流浪儿是侧躺着的 他们无法看清容貌 第三房门是繁琐的 而且桌子上的水杯挪到地下 会让人本能相信这是醉酒后的正常行为 况且还有顾全在一旁作证 当阳光偷偷前往阳光院工地的时候 张初云在等他 他们先是做了一番商议 然后便打算去找张平 可他们没有想到旁边再有人偷听 或者是说被人无意中撞见了 这个人就是林东 林东于那天下午来到阳光院 本意是勘察工地 验证新型施工机构的可行性 但随着漏洞以及不确定的因素出现 他没能顺利完成验证工作 于是便留了下来 反复思索着课题的解决办法 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看到了火锅店的老板娘 还看到了化学系导员阳光 更没想到的是 他们二人合计的事情是杀人 于是他招致了杀神之祸 使用麻醉剂将林东弄昏 然后阳光将冰子刺入他的脾葬位置 又对妻所藏之地进行伪装之后 才和张初云找到了张平 谈判往往是拉锯战 更何况张平是个无力不洗澡的烂毒鬼 于是他们不得不持续做出让步 这种让步使得张平获得了一大笔金钱的同时 也提出了更为无理的要求 比如对张初云的战友 可张初云并非省油的灯 当张平的手不老实起来之后 他拿起桌子上的三刀 直接搁上了张平的手指 阳光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为了安抚满足张平 他只能再拿出一笔钱 于是就有了后来曹燕出现在工地的事情 交易达成 阳光提议饮酒共欢 张平自然是求之不得 于是便喝了很多 他永远都不会想到 那是阳光为他准备的黄泉酒 为了验证张平所说的真假 酒至深处 他们来到宿舍外面 让张平对林东下手 以表诚意 张平人性很烂 别看平时牛吹的震天响 可到了洞真格的时候 表现出了极大畏惧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 这个时候 阳光已经失去了耐心 他折断带出来的筷子 直接塞到张平嘴里 并力声胁迫起来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阳光发现自己的手指流血了 并在张平的衬衣上 留下了带血的指纹 张平心中天人交战良久 最终败给了那笔钱 当他反复将筷子刺住林东身体之后 那种憋屈感终于得到发现 同时他也做出了一件让阳光愤怒不已的事情 将那双断裂的筷子扔进了茫茫夜色当中 阳光和张初云试图找过那双筷子 可随着与唐松约定的时间临近 随着雾气的弥漫 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张初云率先返回了火锅店 而阳光则在那个时候出现在U型弯道上 至于张平在以曹燕的色相贿赂了王奎中之后 拉上一车扎土 离开了工地 直奔夺命安道 那时候天色已经很晚 雾气弥漫挡着人的视线 当阳光呼喊唐松打开手电筒确认位置的时候 扎土车也呼耀而至 刹车侧翻撞人 一切都与阳光的计划分毫不差 在确认唐松彻底没有生还的可能后 阳光来到侧翻土扎车旁边 那个时候张平已经受了伤 正在挣扎着想从驾驶室逃出来 可阳光不会让他得逞 手中的麻花缸落了下去 最终结果了张平的罪恶一生 张初云所说的一切 与我和李健根据现场痕迹 所做出推转相差无几 甚至很多细节都是一致的 但这其中有最关键的问题 张初云并没有提及 那就是打给我市局直奔士110和122电话 云姐 我想你很清楚自己交代的这些意义是什么吧 当然清楚 相比我都不为过 先如此 那就说说IC卡电话的事情吧 还有 你的手指究竟是怎么回事 西法医 其实跟张平做完交易之后 我并没有离开那里 而是 而是打了几个电话 是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我说自己后悔了 你信吗 不信 所以 云姐 你这个人 我看不透 但我相信你不是出于后悔 我更不相信 你打那几个电话是为了救下唐苏和林工 是为了让我们赶往现场将阳光抓捕归案 那你说是什么原因 因为你想让我们留在那里 因为你知道苏禅一会出现 或者说你的真实目的就是让我们注意到苏禅一这个人 !